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FGO最近又發出了新的消息 沒錯,又有新的活動準備要開了 就是這個虛速大海戰 將會在11月中旬正式開始 虛速大海戰耶 該不會跟劍梁一樣是那種遊玩方式吧 但是吐槽點並不只這個 還有就是這次的加乘從者 基本上都是泳裝從者 或者是與之相關的人物 所以說今年的泳裝活動和萬聖節活動是反了過來嗎? 泳裝時期就是玩懸疑恐怖解謎 萬聖節附近就是開泳裝活動 啊FGO,真的很有創意啊 同時好像外鄉人也是跟這個活動有點關係 難道那個1.5.4劇情裡面的舅舅要登場了嗎? 同時有被放出來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魔術禮裝、虛速魔術和虛幻音 將會成為這次活動的威力加乘禮裝 感覺這次的活動又會有一堆從者戰和BOSS戰就是了 此時經常被用來打第一關的流星一條感到害怕極啦 不過呢,由於是跟鷹有關的虛速領域活動 所以還蠻多人期待會出第四 甚至是讓第五個鷹系列的Oruta Ego落地 這也成為了FGO玩家最近的話題 嘛...我個人覺得啦 雖然是有可能,但機率不是很大 正常來說應該還是會繼續推下這兩顆衛星 在往後的兩三連內才會推出下一個鷹系列的Oruta Ego 雖然我不是這個官方的人,長得也不像官方 但這一點我還蠻肯定的 而如果這個活動真的出了剩下來的Oruta Ego的話呢 我就...我也蠻開心的嘛 畢竟我也是鷹楚啊 你裝什麼的就真的拜託啊 不要了好不好,拜託一下 而這個活動也像CCC聯動一樣會有開幕值錢活動 登入遊戲就送金銀同蘋果 通關地紋帶就會送夫婦和聖金石等等 反正就是找藉口送東西 填補一下我們極度缺乏的蘋果數量 而在這個活動裡面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這個活動的參加條件是要通關2.1俄羅斯一文帶 而這個活動的劇情時間點呢 是在於2.4到2.5期間 同時2.5.1和2.5.2的主線體力 將會是四分之一減和二分之一減 第一第二步的自由關卡在初回通關時也會體力半減 更是給大家一個衝主線打VQ拿石頭的機會吧 還沒打完或者是主線還沒衝完的 就記得趁這一波趕緊打完囉 而對於早已經打完的人來說 就跟你們說要長吵一個星期啦 不過即便如此 還是有其他的好消息的 沒錯就是三個外鄉人在這個活動當中有被強化喔 分別就是阿比、楊貴妃以及泳裝迷XX 接下來將會說一說這三名從者強化後的改變吧 第一個就是阿比 技能一成為深淵的光 新增了技能點滿後自充MP30%的效果 而眾所周知 阿比的MP率真的爛到靠北 想要回MP幾乎只能靠串藍卡和等技能慢慢回充 那麼想解決一個從者MP爛的問題的話 就直接送他一個自充技能 簡單且粗暴 不過阿比怎麼可能只有MP爛的問題呢 同時還有依賴寶具傷害 欠缺爆發力的問題 而且技能CD有偏久 所以還是要等他保解之後 才會有更明顯的實力提升吧 在這之前還是當個半輔助 不過這並不代表我覺得阿比很爛 因為阿比寶具的強化解除 以及針對狂職的特性 可以說是FGO裡面數一數二珍貴的能力啊 然後就是我們的楊貴妃 來一集啦 來一集啦 同樣也是技能1的強化 三千從愛在一身 獲得星星的數量從15顆變成25顆 同時嘲諷對象從限定男性變成了無視性別與物種 我個人覺得他是這次強化中獲得最好的強化 要知道有限制的嘲諷控場其實 還蠻激熱的啊 而這也是他這一名從者一開始的問題 同時由於現在數傻降臨 導致藍卡體系的打手集體升天 再加上最近陸陸續續有推出新的指令燃燒卡 和燃燒特工禮裝 楊貴妃可以說是得到了全方面的能力提升 真的超後悔當時沒有抽到荔枝啊 所以現在還在考慮要不要趁真的配UP 抱一隻回家 真的啊 又香又強啊 最後便是泳裝迷XX的強化 同樣的 由於是藍卡體系的從者 寶解的情況之下 在能夠對到人類威脅 以及Saber直接從者的特工情況之下 傷害直接拋離另外兩名被強化的 從者好幾條街 對 是好幾條街 雖然呢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幾乎不可能同時對到這兩個特工 而且你也不會用他來打Saber 就純粹是弄好玩玩梗這樣子 但由於迷XX本身的技能組就非常不錯 重點的人類威脅特工和無敵貫通 再加上MP自衝以及現在寶解威力提升 只能說何樂而不為呢 Saber直接從者的特工也從150%變成200% 我覺得啦 以現在的情況呢 其實迷XX真的能去打打Saber直接的從者 不過前期當然就是在你有高寶的情況之下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從者強化解說 說實話 力氣的強化雖然不是什麼提升傷害的效果 但穩定的控場技能搭配G3的飛機燃燒效果 其實非常不錯 更何況 技能1的複合性效果本來就蠻搭的 雖然是這次最成功最直面的強化吧 而阿比呢 我個人還是覺得差一個寶解 泳裝阿比已經蠻幹的啦 拜託 給個寶解好不好啊 好了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同時這次的日服活動 雷槍可能也會更新一下攻略網站吧 到時候就留下FB和YT的社群去囉 那麼 我是雷槍 我們下次再見吧 몫 換上!!